关大叔的家只不过就是加玛丽鬼魂的黄泉出口 七恶的大漠吹得风又强又急 而宵巾窝中就以关大叔老家所在的街道风势最大 所以人流也特别的稀释 每天晚上关大叔又会到赌场干活 于是他的老家变成了装神弄鬼的好地方 关大叔自母亲死后老家就一直空着 所以帮兄便利用这里为加玛丽重整血肉 还养复生 所谓加玛丽只不过是以藤枝作为骨架 然后披上一袭如鹅毛般的 有如无物的薄纱作为皮像的粗糙人偶 然后把染成黑色的薄丝 扎上了藤枝做成了黑色的风筝 那上演风中复生的戏码的道具便基本齐备 关大叔老家二楼的阳台上已经空着 但阳台上却有丝线捆绑的痕迹 所以我认为这痕迹是帮兄留下的 帮兄一先把风筝放到了半空 让风筝在天上停留 再把风筝绑到围栏之上 静待适当的时机 而为了掩人耳目 所用的丝线也早已染成了黑色 且是特别之作 不易拉拐 黑色的风筝用黑色的丝线 在无月之夜放到了漆黑的夜空之中 就像隐形的大人根本无人发觉 等到了预定的时间 帮兄便把青纱人偶绑在了丝线的尾部 再解开围栏上的丝线 风筝立刻被强风吹走 并把加玛丽带到了半空 于是 萧金窝的人便看见了加玛丽 在半空中漂泊而过 青纱所做的人偶虽然粗糙 但因距离太远 还是让人感觉有人在天上飞 在萧金窝里 大家只会昏天黑地地堵 或者沉迷于酒厕财气之中 根本没有时间去观察这天上 究竟飞过了什么 于是这帮兄便制造了一个 引人注目的办法 女鬼的歌声 来到萧金窝的人 或多或少也都听说过 这复仇写咒的传闻 而这传闻就是大家心中的缺口 大家听到了女鬼的歌声 心中或许一时 还没有将其和这血咒扯上关系 但当我们发现了 天上的加玛丽在飞 同时又有人喊着鬼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大家便将这天上的人偶 和这加玛丽的复仇血咒 扯上了关系 你的意思是 大声喊鬼的人 就可能是帮兄 极有这个可能 根据目击者的证供 这叫鬼的人是一个女的 所以这帮兄 很有可能是一个女人 等一下 这黑色的风筝 虽然说在夜色里能够隐形 但是在白天去是很明显的 难道这帮兄 就不怕大白天 被大漠里的人找到证据吗 当然怕 所以关大叔老家的屋顶 才会被烧毫 兄弟 借火把一会儿 好 这上面偷了白铃 答对了 这白铃在大漠的很多地方都盛产 而那帮兄 就是将这青鲨 和做风筝所使用的黑布 先浸在了白铃当中 白铃的特性 就是预热即燃 所以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这风筝和加玛力 就都燃烧起来 这些烧毁的藤枝和碎布 是人杰在沙漠里发现的 那我家老屋的屋顶 为什么会烧两个洞呢 因为风筝和人偶上的白铃干了 便变成了粉末 可能在升空的时候 有些白铃的粉末 落在了你的屋顶之上 所以两次杀人之后的第二天 日出的时候 太阳照到了你的屋顶 白铃一燃烧 并引燃了你家的屋顶 而又因为两天的风向不同 所以才在屋顶的不同位置 烧出了两个洞 原来如此 受教了 虽然现在不知道凶手是谁 也没有查清帮凶的真实身份 但是人杰敢肯定 什么加玛力复生 夜莺大神复仇 全都是假的 只不过是凶手 布置了一个杀局而已 凶手在杀人的同时 还要将加玛力的人偶飘在空中 这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你怀疑花飞花是凶手 将它交给马贼王也没有用 因为现在根本不知道帮凶到底是谁 你要告诉我 就算花飞花交给马贼王 我的小金窝也难逃一劫 是吗 正是 七年局便是一个不祥的赌局 我劝大家还是不要再继续了 不然死的人会更多 你要退出吗 不 绝不退出 不 不 还没看到你说的精光的样子 我绝不退出 绝不退出 好 七年局 今晚虚实 如常举行 这赌物还真是一个害人不浅的玩意儿 既然虚实未到 那我和墨宇可不可以再去一下极乐大牢 或许可以找到更多的线索 独孤风 你带他们进去 是 那我们呢 你们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独孤管事 可否让我和墨宇单独进去 这极乐大牢里的通道错综复杂 我是怕你们迷路 没事 里面的路我早已记清楚了 独孤管事放心 我家大大想记住的事情一定会记住的 那在下就在极乐大牢外等候二位了 请 多谢独孤管事 我想了我红尘生前一定来过枫之沙城 并且看过五子天碑 他看破了这其中的秘密 而这秘密 所以让人踏上这霸决天下之路 所以他才会在普世殿内留下线索 现在 我也忍不住想在七年局内省出骨 这五子天碑之谜 已经让我着迷了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先要侦破熊大力被杀一事 那为什么昨天在天子一号房发现尸体时 你却什么都不查 因为我不想让凶手知道 我已经发现这熊大力 并非是死在天子一号房 还记得我们知道熊大力失踪后 立刻跑到他的房间吗 你还记得假惯 他把他们的座画并非对ward 好 那天啊 你不认不得来 不认不认识 你不认识 那么多快 你不认识 他哪怕 有趣 你不认识 肝宏特 谁别的 小兵 你们不认识 鞋疼 都不认识 你不认识 在房间内 缺少了一样 本就应该存在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啊 油灯 油灯 没错 难道熊大力死前 带着油灯离开了房间 没有这个可能性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油灯会在哪儿 我在天子一号房 发现熊大力尸体的时候 附近根本没有油灯 不过他的尸体的指甲颜色 是紫蓝色 这就证明 他的头颅在被摘掉之前 就已经窒息而死 那凶手 为什么要摘掉熊大力的头颅呢 是为了给大家 有种熊大力在天子一号房 被杀的假象 大家不知道这尸体 曾经被移动过 如果我猜的没错 熊大力是拿着油灯离开了房间 有发现吗 有发现吗 一起咳嗽吧 好 好 在极乐大牢内的某一处 他被人杀害 油灯就是在那个时候打破的 所以我这次让你来追寻的 不是血腥的味道 而是油灯的味道 那很简单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好 熊大力果然是在这被杀的 好 那凶手为什么要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 将尸体抬走呢 难道他不想把熊大力的死 和这夜阴回廊联系起来 这夜阴回廊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啊 好 狄判总 虚实将至七年的赌局就要开始了 也请墨宇公子尽快离开极乐大牢 知道了 多谢独孤管事 我跟墨宇还有一些私话要说 还请独孤管事稍微等一下 那在下就在前面恭候了 是 能不知不觉到了我的身后 不是什么奇事 但能不知不觉到你的身后 绝对不容易 想不到这独孤风 居然是一个深藏不漏的高手 霸千秋也一点不简单 看来 这萧金窝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大大 这次墨宇把你拉进祸水了 人的一生 怎么可能不做几件愚蠢的事情呢 一直做聪明的事情 人生哪还有意思 况且 这萧金窝中 还真是有很多不解之谜 我敌人杰呀 一定要一一地将它解开 来 经过昨日的第一局 领先的是敌人杰 赢三万五千两 其次是花飞花 赢两万三千两 大千秋赢两万一千两 玉玲珑赢两万两 贾不仁输两万七千两 凤九天输三万一千两 熊大力输三万三千两 不止 他还输了一条性命 命也是毒本 把命输掉也不是什么歧视 不过 现在为了全力追捕杀人凶手 我决定尽快了结这个七年局 把胜负就定在今晚 谁要是赢了我 小金窝和五字天碑就归谁 不反对 我赞成 我也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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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赢了钱自然不反对 我输的最多 哪那么容易翻神哪 这赌局不公平 输一局也是输 赢一局也是赢 没什么不公平 就这么定 今晚决胜负 不 七年前 我昧着良心 参加了这赌局 令我这些年来 千石难 每天晚上做梦 不是被烟阳大神追杀 就是见到封之沙城的冤魂来锁命 要是今天我再输了 我那些苦日子 岂不是白熬了 一开始 说是赌七局 就是赌七局 一局不能少 赌约已定 你不赌就算输 我 我没有输 我没有输 八千秋 我没有输 把他轰出去 是 八千秋 你走 放开我 放开我 搜 你们听到了吗 加 加玛丽 加玛丽又来锁魂了 疯子 敌人节不是证明了吗 加玛丽的复活是假的 那 那是谁的我耳边唱歌啊 这是奉之沙城的复仇血咒啊 我要在这吵 此地不宜久留 赶快离开新来大牢 把赌鞠摸到赌场继续 好 大家往这儿走 鬼推灯 这边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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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声 歌声停了 是霸千秋 快去看看 你们听到霸千秋的叫声了吗 听到了 你没事吧 来 你们看 叶英大神又来复仇了 是谁下的手 我没有看到 伤我的人 你们 都不有仙意 你 你是从那边过来的吗 我从哪来又如何 杀我的人就是从那边逃跑的 你以为我想杀你 好 以后你的事我都不管了 慢 慢 郁大姐 事情还没弄清楚呢 要走也不急在这一会儿吧 我练就得贴不上功夫 寻常刀剑根本不能上我 除了我的找门 就是我的妖艳 这个秘密谁都不知道 只有你才清楚 我要想杀你还用懂到现在 我早可以动手 或许 你觉得这次七年局的胜算已经不大 便要杀了八千秋 把肖金窝和五子天碑据为己有 对吗 难道烈羊和熊大力也是你所杀的 可能性很大 因为这个极乐大牢 他的地道就是个迷宫 知道出路的人不多 你便是一个 你不为自己辩解 为什么 因为 他他做贼心虚 你把他抓起来 再玩 谁敢 都别动 原来是他 大大小心 别追了 你 这个贱人东营人数最深逃走 你们追不上了 而且 我刚刚发现 我铁身藏的五子天碑捕见了 那定是玉玲珑拿去的 是不是玉玲珑伤的我 我还不敢肯定 你们 他无有嫌疑 谁要是不能正定自己的清白 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你不是又要请蛇臣出来了吧 你们谁先来 你伤得不轻 还是先治疗吧 别人见 你来替我问话 我 对 就是你 别好 那就由我来当第一名吧 蛇臣 如果你真的有灵性 那就仔细听好我问的问题 如果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说谎 你可千万不要摇我 你的废话敢真多啊 快冒十字 真是 你不能igger 别人 你呢 你来吧 好 五字天碑在你身上吗 不在 甲不仁 请 是你偷了五字天碑吗 不是 凤九天 该你了 请你把手伸进笼子里吧 我信不过这灵蛇 我没有偷五字天碑 我没有 不是你偷的 你怕什么 我是不会把手伸进去的 不伸 那我帮你 救命啊 我没有偷五字天碑啊 那请你听清楚我的问题 你偷了五字天碑吗 我没有 我没有 救命啊 救 救 你们看 我抓到小狮子了 蛇臣也说我没说谎 又剩你一个人了 那 话非话 五字天碑 如果不是玉玲龙头的 那就是你 怎么 心虚了 要不 我也帮帮你 你敢 他敢 你还是乖乖地回答我的问题 接受蛇神的测试吧 接受蛇神的测试吧 刘欣听好了我问的问题 我问你 五字天碑在你身上吗 五字天碑 不在我身上 不在我身上 满意了吧 我们都是清白的 来 来 赌孤峰 赌孤峰 甲夫人 你们都听好了 所有的人 离开极乐大牢 必须经过长街杀手的搜神 否则 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可许 我 怎么又听到 老家玛丽的歌声 极了大牢内 发生了什么事啊 八千九被偷袭了 五子天被也不见了 玉玲珑的嫌疑最大 立刻加派人手 彻底搜查萧金窝 一定要把玉玲珑给我找出来 如果他要是反抗 杀 是 竟然是玉玲珑 真是峰回路转 还有更让人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我想 我们应该好好地了解一下 玉玲珑这个女人了 人都找不到了 怎么了解啊 想要了解一个女人 就要去她的房间看看 那你应该小心 我应该小心 你就需要 女人 那你帮我 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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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 墨月 大大 这些水粉 都是玉玲珑平时用的水粉 没什么特别呀 你找到什么了吗 我在玉玲珑的衣柜里 发现了一个夹层 里面有一些工具 还有一个水粉盒 把粉盒给我 玉玲珑平时用的 都是长安芳香斋的上等货 价值不菲 清幽高雅 但这水粉却是便宜货色 浓烈庸俗 是不是和我们在大漠驿站 遇到的那个杀人的假老板娘 又能是一样的 正是 难道玉玲珑就是那贾老板娘 那她把我们引来 萧金窝的目的是什么 玉玲珑想救霸千秋 所以想让我们找到 杀害烈羊的人吧 她不是对霸千秋恨之入骨吗 女人的心啊 她们自己都不懂 咱们也就别瞎猜了 还是先找玉玲珑来问个明白才是 马贼王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或许我们可以从玉玲珑的身上 找到一些突破点也说不定 希望红青和兰玲不会负我所托 你找他们做什么 我只是在想 马贼王既然下达了石线 进入萧金窝杀人 那他必定会抓住这最后的复仇机会 所以 我就让红青和兰玲守在杰勒大楼的门外 如果发现有人出入 便马上跟踪监视 已经找到玉玲珑了 走 就是这儿 敌人姐 玉玲珑一直躲在 关大叔的老屋之内 没有看见他离开 只不过有一点很奇怪 怎么奇怪了 刚才看见有一群人进去搜查 可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现便离开了 难道说玉玲珑已经离开这儿了 难道说玉玲珑已经离开这儿了 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好 这边 果然走了 我们再去找了 不 玉玲珑没有走 这里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别人的呼吸声 据说东营国有一种艺术 可以前行遁影 十分神秘 看来我们可以大开眼界了 玉玲珑 好 现在该告诉我们 引我们来萧金窝的目的了吧 敌人姐 果然名不虚传哪 看来我是没找错人 你找没找错人我不知道 但你为了引我们来萧金窝 却杀死了驿战的老板 你仗座跟杀死烈阳的凶手 没什么两样 同样要受到惩罚 别忘了这里是大漠 你们中原的王法在这里 好像不太管用 别忘了我们可是活在 同一片天空之下 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报应 这七年来我一直在等待报应 看来时辰未荡呢 只是尸臣未到而已吗 少废话 马贼王马上就要杀的萧金窝了 你们有什么想知道的 问吧 好 你为什么引我们来萧金窝 因为 我还爱着霸千秋 为了这样一个男人而杀人 值得吗 不值得 天底下要是有哪个女人 对霸千秋还有半丝留恋 那她就是比诸海要蠢 但是 她是我玉玲珑 一生唯一所爱 过去我们在赌场认识 我爱上她 是霸千秋在赌局中 她的豪气跟胆识 可现在我却要因赌而离开她 霸千秋已经走火入魔了 沉迷于赌局中 寻找极限的刺激 我劝她戒毒 她居然 一怒之下把我给休了 那你为何要参加七年局 我要让她输得一无所有 霸千秋才会觉醒 才会变回一个 有良知人性的人 但这个时候 却发生了烈阳被杀之事 我知道马贼王 一定会迁怒霸千秋 刚巧你们又在大漠出现 我自然引你们到萧金窝来 希望 你们能找到凶手 所以在大漠里面救我们 给我们包扎伤口的 也是 我是你们的救命恩人 那你为什么要伤霸千秋呢 霸千秋不是我伤的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他竟然千方百计地 也引我们来萧金窝救霸千秋 的确没有杀死霸千秋的理由 那五子天碑呢 是你偷的吧 你对霸千秋的爱 在五子天碑的诱惑面前 也只是微不足道吗 五子天碑是不祥之物 谁拥用他就会受到诅咒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好 有人来了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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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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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逃到这里 简直自寻死路 现在的极乐大牢 可能是萧金窝唯一的活路 玉玲珑说得对 熊大力死在极乐大牢的时候 大门紧锁 根本不可能有人进入 所以凶手如果能进去的话 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 就是他昨晚一直住在大牢内 第二种可能 便是这大牢内 有一个密道 还有 七年前 凤之沙城城主自杀后 尸体便被锁在这大牢之内 可一夜过后 尸体便消失无踪 所以现在的加玛丽复生 才会更加地让人毛骨悚然 加玛丽的尸体 的确是被盗走了 所以可以更加肯定 这牢内就有一个密道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密道 并可以让整个萧金窝的人 逃出马赛王的手心 我们分头去找吧 好 你干嘛 前龙王还说你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你这样把无字天碑交给我 简直就是想害死我 前龙王本就是个不可信的人 他口中的可信之人 你又怎么能信呢 我倒是很好奇啊 你把无字天碑藏哪儿来 怎么会躲过霸千秋的搜查呢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不管就不管吧 虽然我不相信前龙王 但我还是希望他信守诺言 还我自由 你为什么会成为前龙王的部下 又为什么想要离开他呢 原因跟你一样 不想得罪前龙王 但更不想一生一世受他的操控 时候不多了 我们去找密道吧 把无字天碑交出来 给你们个痛快 无字天碑这不祥之物是我偷的 但我只是为了救的 救我 在我腰上统一道是为了救我 伤你的人不是我 还在狡辩 那杀猎阳和熊大力 也是为了救他们是吗 你 就是夜莺大神 你少血口喷人 杀他们的不是我 是不是你 让马贼王来决定吧 把他拿下 住手 伤你的 的确不是玉玲珑 那是谁 那是谁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